一回头,话如初就对上几双闪烁的眼,不由得挑眉刺了一句,怎么,觉得我成大好人了? 文语单微笑,心里对这人的欣赏又多了几分,就是再薄情寡义的人,也不会嫌弃身边多几个有钱有益的人。 夏小弟倒是有副好心肠。 非也,游人挤挤罢了,江湖中人本就是提着脑袋过活,谁知道哪日就没了命,救不下他们的命,为他们收下施,我还是可以做到的。 只希望以后我出了什么事,有人也能这么伸一把手,别让我曝尸荒野。 其右眼中闪着寒光,双手握拳死死掐着掌心,这时候他真恨不得把那个女人掐死才好,他其右岂会让自己的女人曝尸荒野。 那中年男人和各自瘦小的男人眼神却复杂,话如初这话说尽了他们心底。 实际上,话如初刚才的举动比救了他们还让他们有感触。 这一晚上好不容易熬过去了,看这里屋子挺多,都去挑一件歇息吧。 救兵还要一段时间才来,大家也都要养好了精神,才好谋划下一步。 文宇丹点头附和,安排人论留看守吧,我稍后不住了,手提也没几下工作,顾好了自己,就是帮你们的忙。 原机是常换,也要好生歇息,其他人下小弟你看着安排就是。 这事把事情都甩给他了,话如初看向其右,其右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。 话如初这才接过了这差事,受了累还得被猜疑的是他不做。 伤者都被赶去休息,剩下的人没几个胡论的。 话如初先安排了四个护卫分两拨,一个时辰一轮值,再然后是他和剩下的那个护卫。 公子,还是由我来。 你要顾好清柳,他退烧没? 没那么烧了,公子,我不困,你这一晚上都没落座,身子哪里受得住? 不说不觉得,一说起来,话如初只觉得自己的脚板心都是疼的。 勾了张椅子过来坐下,话如初挥手,听安排,别让我重复。 我一会儿先去睡两个时辰,精神就回来了。 红香咬了咬唇,最后还是背起青柳离开。 东飞行了个礼,跟了上去,屋子里最后只剩下话如初和那两个身份尴尬的男人。 现在就让你们去办事,你们撑不撑得住。 白衣中年男人接话。 沈万的伤太重,恐怕会撑不住,不如由我一人去,若是那些人全土重来,有沈万在,说不定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。 话如初心下一动,看向被称作沈万的男子。 你的意思呢? 可以,我跟着去也会成为陈济山的脱退,还不如再彻底手术太痛。 这个仇,老子就是一命比命,切药一定要报的。 话如初没有理会他后面的话,镜子对陈济山道,你现在就动身,安全为少。 陈济山抱拳,深深地做了一功。 我借的不是你救我性命,而是上我免做个糊涂鬼。 这次不管能不能成,总归家人上安全的。 就是死了,我也能放心。 其他事情,希望夏公子能周全崖,不要让这么多人白死。 话如初扶了他手臂一把,让他直起身。 你这一礼,我受得起,所以我受了。 这次的事情,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。 不过所谓报仇,借别人之手也是一样,不用非得双手沾满血腥才算。 江湖中人就讲究个快意恩仇。 血认仇人才算出了气。 可话如初毕竟多活了一时,不是那么想见血。 陈济山拍了拍沈万的肩膀,大踏步就要离开。 被沈万一把拉住。 我们俩如果都活着,自然是最好。 若是我死了,请陈大哥看在我们共患难一场的份上,照顾我的家人。 你若死了,我也会如此。 陈济山顿了顿,重重点头。 有些誓言不用说太多,自有一股力量在其中。 生死之间的托付也总会让人更放在心里。 黄金元一回来,就看到那个还称得上是少年的公子,称着头坐在那里一点一点的。 要是他自然见过的人多,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样一个人。 惹心长,因他的一番话,外面便死了这么多人。 他却跟没世人似的,哪里像个热心肠的人,冷心还差不多。 可既然冷心,为何又要管这一滩闲事? 看追杀的人那架势,绝不是一般人。 得罪这样的人,疏为不至。 除非他本身就有足以对抗的决心。 摇了摇头,黄金元压下满心的布姐走进屋。 华如初猛地张开眼,眼神清醒的就像从未有睡过去一般。 这么快。 嗯,他们都是做熟的,只要交代一声,把钱给足了,他们自然能做好。 短时间内不会有事儿,你去歇着吧,菜下也熬不住了,先去躺一会儿。 华如初等在这里,本就是在等这样一句话。 闻言,他也起身往后运走去。 目送黄金元进了左侧最里的那间屋子。 华如初正想随便挑一间无人的进去躺着,就看到红香推门出来。 公子,这屋子我收拾过了。 不是叫你顾好清流就行,他怎么样了,烧退了吗? 跟在小姐身后进屋,红香边回话,烧已经退了。 东飞说,他可以照顾,让我来伺候公子。 我这里不用伺候,东飞受了伤,你叫他别逞强,一个不好,后面还会要动手。 他是大夫,谁出事他都不能出事。 你也这么长时间没休息了,趁着清流没事,去躺会儿,快去。 红香咬了咬唇,动手替他蒸了杯茶后退了出去,顺手把门带上。 摸了摸杯子,居然还是温热的。 这丫头,这才多长时间,居然就找着火房烧了水。 再看看这屋内,虽说简陋了点,去也整整齐齐,连床都不好了。 红香还真不错,回去后就调到身边来用。 一口浆水引进,话如出合衣往床上一躺,不过几期时间就彻底睡了过去。 真是,好久没这么累过了。 其又向来睡眠少,再加上昨晚他还歇了一阵,不到两个时辰就醒了过来。 伤口火烧一样的疼,一抹额头满手汗。 想着反正睡不着了,又挂心外面的事,又干脆起了身。 一出门,就看到那边屋里有人端着个脸盆出来。 那是如出身边的人,显然那人也看到他了,不好行礼,并偷偷指了指一间屋子,马上又缩了回去。 也就如出爱放纵身边的人,随着他们的性子涨,不像别人家的,一个口令,一个动作。 好使是好使了,可以少了那股子鲜活劲儿,也怪不得如出身边总是非常热闹。 在门前站了一会儿,习又推门走了进去。 谁? 床上的人紧紧地坐起身来,手放到了腰上。 是我? 反手把门带上,习又走了过去,看他又一脸放松地往后倒,带着他也放松了几分。 什么时辰了?你的伤怎么样?怎么不多歇一会儿? 话如说只觉得非常的累,想睡觉,说话都是含含糊糊的。 眼睛又粘到一起去了。 43颗,上还好。 话如初接收得很慢,等到脑子里自动换算出43颗是几时时,整个人又弹跳起来,匆忙下床穿鞋。 啊,怎么都这时候了? 有失? 那几个护卫也要休息一阵才行,保存好体力才能保护人,我去换他们。 我和你一起去。 你的伤? 不爱。 想着也不是多费力的事,话如初不再拒绝,走到门边又返回来倒了杯水喝了,又续了杯递给齐佑,丫头准备好的,干净。 齐佑接过喝了,把杯子递过来又要了一杯,一口饮尽。 走吧。 刚走到前院,就对上一双警醒的眼睛,话如初认出来这是护卫中的一个。 我睡过头了,这里有我和齐公子守着就行,你下去休息吧。 护卫向齐佑行了礼,腼腆地摇头拒绝。 我休了两个时辰,已经洗好了。 齐佑却不管那么多,看他一眼,直直地丢下两字。 下去。 是。 话如初看得好笑,带护卫走了,才道。 还是命令管用。 齐佑不接话,拉着他在前院树荫下的石墩上坐下。 话如初争了几下,没挣脱,小声道。 在外面你注意点,别让人看出什么来。 我不是你妹夫吗?亲手点是正常。 话如初无语凝焉,用得着拿这个话来堵他吗? 风吹的树叶沙沙响,齐佑抬头看,难难道。 院里的树比这棵的。 话如初也抬头做了下比较,点头。 是要大一点,还高一点。 齐佑,我最喜欢的就是那棵树。 幸好是在我们院里。 人不喜欢? 有什么好喜欢的? 为了一点东西耍心眼,看着就你。 喂,这可是你问的,我只是实话实说,你要生气,我也没办法。 齐佑看他一眼,什么都没有再说。 他能说什么? 大家族中不就是那样,只能看到眼皮子底下那一点点东西,也不愿意吃一点点的亏。 可是,这人是不是忘了什么? 当着夫君的面是有什么好喜欢的,对他就那么看不上。 齐佑,其实你挺好的。 可惜,可惜是生在那样的家庭。 可惜有三个通房。 可惜遇着的是他。 心里有点瑟瑟的,话如初低头,不愿意去多想这种感觉是什么。 齐佑,突然不知道从哪里拿了个带子出来,放到他眼背底下晃道。 仿佛没有听懂他话里未尽的意思,道。 送你的,打开看看。 话如初傻傻的结果,这个鼓鼓囊囊起两团的带子。 听话地把手伸出去,滑溜溜的,圆圆的两颗东西是玉、水晶。 最后,话如初干脆收回去,把带子往下扯,露出里面两个溜元的珠子。 心下移动,从又把带子拉起来拢好,凑过去用另一只眼瞧。 果然,银白温润的光确定了他的猜测。 一鸣猪! 你值得? 其右看他欢喜的神情不似作假,心情也跟着好起来。 嗯,我原来也得了一颗挺大的,当时是说要给我做陪价的。 可我娘眼睛不好,拼又喜欢做绣活,我偷偷留在家里了。 话如初握着珠子高兴得不行,这东西在哪里都是珍宝。 这些年,虽然他硬是养成了早睡的习惯。 可这个枣和有些人的还是有差距,就那烛火又不敢久看书,就连看帐策久了都会眼睛照,要有了这两颗夜明珠。 虽则,夜明珠一优好就一般的,但其右送的东西,应该不会是那种凑数的货色吧? 以后看书是用这,别伤他眼。 话如初看他一眼,嘴唇动了动,最后还是只说了句谢谢。 这里不是资源丰富的那个世界,从他用了这么多年,才找着一颗就可以想见一鸣珠在这里有多稀少。 可其右一送就是两颗,在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追杀后,居然也没丢了。 你,从哪弄来的? 其右神情舒展,却不愿多说。 你拿着用便是,我以后再多找几颗。 听他这么说,话如初不觉笑出了声。 你当这东西并得有减的呀,还多找几颗? 我以前就试过了,这东西太过稀少,能找着一颗就是运气。 我没有许多时间。 两人都是压着声音说话,坐得又近,怕别人听了曲。 其右侧头几乎是挨着他的耳朵说这句话。 话如初退开一些,揉了揉发痒的耳朵,仿佛这样就能让心跳得不那么快,让耳朵不那么红。 其右眼中笑意更浓,把带子扎紧,话如初重又递回给其右。 你先拿着,我现在没地方放。 其右从善如流地接了,拢进袖带中。 拉起他的袖子瞧了瞧,居然一点都看不出来,去摸才能摸到。 虽然已经见识过许多,话如初再一次觉得古代人的智慧不可小觑。 两人边小声说着话,边掀起耳朵听着四周的动静。 文宇丹没有内心,走路的步子重,两人一听就听出来了,坐得离得远了些,自然而然地随意说着什么。 看到文宇丹更是在自然不顾地起身打招呼,带兄怎么不多休息一会儿。 文宇丹痛苦不已地揉着眉心。 大概是这段时间绷得太紧了,总是睡得惊醒,连脚步上都听不得了。 太紧张的缘故,现在又没有彻底安全,自是放不下心来安睡。 引着文宇丹坐下,话如初道。 应该是如此。 文宇丹看了下四周,又抬头看了眼大树。 这里比太远两块多了。 青州靠海,和林海的几个地方比起来,这里还算热的。 话如初自然而然地答话,没看到,其又听到他这么说时,挑起的眉。 如果之前还不知道他去了哪里,到现在他已经有答案了。 不过,如初去那里做什么? 有机会,我倒想去瞧瞧。 话是这么想,文宇丹却也知道要承行有多难。 除非有朝一日自己坐上了那个位置,天下再也没人能管束他。 现在还远远不是放松的时候。 老二,文家,父皇,就没有一个能让他放心的。 他这边失了联系,还不知道莫问现在急成什么样了。 恐怕,父皇也已经知道他失踪的事了。 太远,太子府,文渊阁中。 莫问眼底泛青,眼中尽是写字。 平日里爱惜的短须都带着几分凌乱。 同坐在文渊阁中的还有太子妃真秦。 两人都异常地沉默,且疲惫。 没了最开始的焦躁,现在满心都只剩不安。 嬷嬷,去前头看看周管家回来没有? 是。 陈嬷嬷快步往外走去。 刚聊了朱连,就看到周梁快步往这里走。 连忙高高打起帘子,侧身让开,便低声催促了一句。 快点,娘娘急了。 周梁点头,匆匆抹了把汗,往里挤走。 见过。 都什么时候了,还顾着这些礼节做什么,快说。 是。 周梁拱着身,看着自己额头上的汗一滴滴掉在地上, 见出硕大的一个个水印。 老奴亲自去见了七老太爷, 老太爷说七大公子出门从来没有往家里寄信的习惯, 这次同样没有。 七管家还领着老奴去见了观太院中的齐少夫人一面, 少夫人同样说没有收到。 真情脸色泛白, 暗地里狠狠掐了自己一把,吻着声音道。 七老太爷可说了什么? 是。 老太爷说没有消息总比得到坏消息好。 太子殿下和大公子都是聪明有手段的人,一定不会有事。 老太爷还说太子府不可乱。 真情猛地站起来,冷着声音道。 太子府当然不会乱。 周梁,你管好外院,但有碎嘴者,长嘴二十, 往府外送消息者直接涨毙。 陈嬷嬷,命运也是如此处置,不论身份,没有例外,一切有本宫担着。 是,娘娘。 莫问沉默地站在一侧,真情定定地看着她,缓了声音道。 接下来几天,还请莫问先生待在太子府, 一应事情由你掌管。 若是不好拿主意的,再报来给我。 飘摇之际,还请先生助我。 娘娘不用如此。 莫问长身一躬。 在下是殿下的谋士,殿下亦是在下选择的梁主,身上打的是殿下的印记。 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。 殿下这是在下定当全力以赴,请娘娘放心。 真情悄悄松了口气,要她管个内宅完全没有问题。 可外面的是,她一介妇人没那个能力管下来,只能依靠莫问。 如此,多谢莫问先生了。 嬷嬷,你随我进宫。 娘娘,殿下失踪可以瞒着任何人,唯独一人不能瞒着。 莫问先生,本宫说的可对? 对极。 太子的行踪圣上必定关心,就是我们不说,圣上未必就不会知道。 与其到时候圣上朝廷前去询问,还不如我们主动。 就是如此,走吧。 玉书房内,皇帝放下笔,揉了揉手腕,看向前来通传的贴身太监安和。 真情? 是,老奴瞧着太子妃娘娘肯是着急,不敢耽误,饶了皇上,请皇上恕罪。 安和恭敬地扶在门前一步处请罪。 真情向来有分寸,就是来宫中请安,你也不会贸然来御书房,你把他带去旁边的明华殿。 遵旨 本章播讲完毕,欢迎继续收听。